誰會弄Sandy東西害Sandy 差點丟工作 我跟你講 其實 這個真的不是說我害他丟工作 他都把事情講的那個嚴重話 當時的時空背影就一樣 是我剛從美國讀完書回台灣 然後當時憲哥 他就口頭答應我說 那個有一套小套房 就是等你畢業之後回國給你住 我就說太好了 結果發現 這個套房裡面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那種 女王級的化妝桌 你知道那種八顆燈泡那種的 大方常進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是怎樣 然後我就先把他這樣子想說 一定只有一個人會用 就是我姐 然後我就幫他搬到 剛好離他當時住的地方也很近 然後我就自己IKEA什麼 買了一些床墊什麼 就開始住進去 開始佈置了 對 開始佈置 結果突然有一天早上9點 然後就是有人一直按我電鈴 我就嚇醒 然後我就電話一直被Call 然後我就接起來 Sandy 又是Sandy 打來就一頓噼里啪啦罵 就說你現在怎樣 家裡沒大人 原來是他的這個化妝師 已經到我家門口要等了 原來在我不在台灣這段時間 憲哥留給我那一套 被他拿來當他的 他去那邊化妝 對 然後我就想說 SAN我也不是不知道這件事 可是我已經幫你 把你的化妝桌搬到你家了 也不是放在你床上 是你有一個另外一個小房間什麼的 他還說你以為你這樣都幫他 我就被罵了噼里啪啦這樣子 然後我當時真的就你知道 也剛起床 然後我就很委屈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不罵 我不生氣就真的是 老虎 發揮 你要硬起來 好 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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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好看 這已經有時候說 不要這樣啦 人家在生小孩 對 很柔軟 這也好多年前了 剛回國的時候 然後我真的就硬起來我就說 爸不是買給你其他那些房子 那多少錢你不用算嗎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憲哥也很疼他是真的 我就第一次對他發怨這樣子 然後那一次我真的打贏了 化妝師真的就下樓去化 然後我就睡回去了 沒有提起這件事情 他到現在還在睡在那邊 對 我現在還坐在那邊 你很敢講 我可以爆料你一件事 有什麼事情 我是你姐姐的話 我一拳打死你 不要 因為他姐姐告訴我 對著弟弟疼愛有志 但他喜歡養鳥 你養鳥沒有關係 他把他的鳥放在家裡面客廳 到處亂飛 沙發 桌子 餐桌都是鳥大便 搞得鳥沒有錯 全養鳥的人錯誤你知道嗎 搞得壞風壞水你知道嗎 我就割愛送他一個印尼拿來的 手工的大的鳥籠 可以把他裝進去的鳥籠送給他 再大的鳥都裝得起來 有沒有 拿到收到沒有 有收到 你有來節目過對不對 對 我有三個 你買三個看什麼 你買三個看什麼 有拿給你嗎 有拿到 有收到 請你把那個 八哥還是鸚鵡放進去 不要讓牠亂飛 不要讓所有環境風水的破壞 是不是 搞得很臭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有養鳥就對了 當時曾經有一段時間養過鸚鵡 當時還是幼鳥 所以就是還沒訓練好 現在都會自己定點便便什麼 謝謝大家關心 現在他家那隻鸚鵡 已經開始要出來組織節目了 快出道 那 那我的鳥籠呢 還在 鳥籠 有在 不錯… 什麼位 這隻瓜哥啦 這隻是瓜哥訓練的 瓜哥也養一隻 傻傻分不清楚 瓜哥都要有一隻啦 好厲害對不對 好 這個 所以有些時候還是要溝通 對 好 OK 接下來 再來看一下 KangDee還闖什麼貨咧 害哥哥被抓進警局 這很厲害 這不行吧 我是沒有哥哥的喔 這好過分 這個很硬耶 對 這個是我 是你喔 就你 小的時候就是以前看哥哥有什麼 然後都會很羨慕 然後到18歲的時候 其實最羨慕哥哥就是 他比我先有駕照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他已經可以 開著家裡面的車子 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可是因為18歲的時候 還在念高三 所以那個時候 也還沒辦法去考駕照這樣 但是我那時候就想說 晚上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還是說 因為我們家旁邊有 附近有那個空地這樣子 還是說你晚上的時候 等那個爸媽睡著的時候 你在那個空地教我怎麼開車 這樣子我之後要幫你買東西 跑腿什麼也比較方便對不對 我哥說對… 於是 然後我們就在晚上的時候 等我爸媽睡著的時候 就想說好 要去那個空地去練車這樣子 但是因為那個只要一發動 那個聲音就很大 很明顯 很明顯 所以我爸媽就會醒來 所以我們就想一招就是 打那個空檔 讓那個車子跟方向盤可以動以後 然後我跟他兩個人就用推的 慢慢的就是把車子 從車庫這樣推出去 無聲移動 對 無聲移動 真的是在偷車 天啊 只要推到空地的時候 在那個空地再發動 就好了這樣 然後一切都很順利 當我們這樣推… 推到那個巷子口的時候 然後就聽到有那個就是 警察 起摸聲 然後就發出那個 然後 誰這樣 就逼近我們 然後說 你們在幹什麼 那個警察以為我們兩個是偷車 可是又很怪 因為偷車一定就是發了動 然後把車開走 我們就是那種兩個就是被抓 沒有…這是我們家的車 然後你們家的車為什麼要用推的 然後我說沒有… 因為也不能講說就是要讓我去練車 因為我還沒有駕照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當下就吱吱吱吱 然後那個警察就覺得 我們兩個太有鬼了這樣 於是就連車帶人 就直接把我們帶到警察局 然後就通知 就不只是通知我爸媽 連里長都通知了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還不確定 我們是不是住在當地的那個居民 結果搞的那個那一條就是 那一條巷子的全部都知道說 我跟我哥兩個人 對啊 從事啦 你們還真的是妹賊 對啊 哇 而且整個理都知道了 就弟跟我哥就會一起欺負我 有一次我就 因為以前小時候很常看電視劇 然後電視劇就會說 什麼把人家牙刷拿去刷馬桶之類的 有沒有 我承認我就是一個惡毒的姐姐 因為有一次我弟就去告我的狀 我沒有那麼過分嘛 我沒有刷馬桶 就拿一刷洗手台而已 我覺得他到現在 這輩子都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天啊 其有一刀更狠的你知道嗎 其有一刀更狠的 是你就拿來刷這裡 都會刷… 你這是誰啊 都會刷 他會想到這個八神他也做過 對 你是不是有做過 然後他截到有 你看起來很熟練 本來他都拿那個餅乾棒 然後就是這樣 Pokey 拿給他姐姐吃 你們真的都應該被欺負 對啊 直接跟他們有循環 再生循環 你這樣在大自然界 你看有多少是用排泄物跟放屁 或者尿尿來驅趕敵人的 真的 接下來第三條 我們來看看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樣的這個闖禍事件 來 拿棒球棍打哥哥 對 打哥哥 對 誰啊 我 那個時候是因為有一個動漫很紅 就是那個叫閃電霹靂車 反正那時候哥哥買了一個模型 然後我就那邊玩 玩一玩之後他後面有兩片尾翼 我就玩一玩一玩 去就啪 那個尾翼就斷了 然後我就嚇到就嚇到 尾翼斷了怎麼辦 然後因為當下嚇到的時候 我太驚慌了 我手這樣一捏 叫我 你們有看過恰恰嗎 有 那個阿斯拉 那個模型就跟那個橘子一樣 爆掉了 整個就爆掉了 然後我唸很大力 然後我想要怎麼辦 是呀 然後我就不知道 然後我就好吧 那只能跟哥哥道歉 因為國小也是 就是比較俗啦愛的跟哥哥道歉 那天剛好爸爸不在 然後媽媽那天剛好生病 就是躺在床上 是發高燒那一種 後來我哥就是整個要爆掉了 我就一度逃 逃到廚房 但我就不知道要怎麼廚房 就放了一個球棒 這麼剛好 對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媽媽煮飯誰是要打我們的 之類的 我搞什麼 球棒 太可怕了吧 下次要不要講桿麵棍 我比較一定會相信 然後就是有個球棒 我就球棒就拿起來 但那時候要下哥哥 可是我又突然 想到以前被欺負的那個怒火 就覺得好 今天我就來跟你對抗吧 一不做二不休了 對 然後我想好 那就來 換哥哥開始跑 在跑 然後我哥是直接跑去 直接把我媽的房間門打開 然後直接假哭 在我媽床旁邊 弟弟要打我… 我還是找 一出現的時候 手上還有那個棒球棒 對…胸氣 對… 哥哥 沒有啦 我是 吃Pocky 太大聲 太大聲 是不是想講這個 一定要巧克力的… 不可以喔 草莓都被發現 對 被攔截… 結果後來就是 媽媽就是那個時候就說 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那個時候還滿難過 留下陰影 她說她對我很失望 所以當下那個時候 媽媽講的那句話 我就天啊 然後我哥就露出那種 燦爛的那種邪相 邪相 偷相 又一支杯 那一段時間 我都沒有出奇蛋可以吃的 對 所以那是小時候 童年的一個陰影 就是我到現在 其實也想不起來 為什麼廚房會有球棒 這個位置 會不會是哥哥放的 有可能喔 胸氣被你走走了 他逼到你必須要去做這件事情 這一切都是他的計畫 整個套路起來了 好香喔 因為他那麼聰明 難怪能考到清華大學研究所 好聰明喔 我都沒有想到 你胸氣在那邊讓你用 對啊 你自己內疚說 我怎麼變成一個壞小孩的時候 其實你是吊過他的圈套 對 詹老師 其實這個從面相來看的話 我覺得無尊的面相 是裡面最有容易闖禍的 因為水渴在舟一渴附舟 對 你看 或從口出 病從口入 齒相不好 牙齒 貴人無間齒 正好他牙齒只有40歲以後的孕 所以你這個牙齒有重整的空間 牙齒是整齊的 如果牙齒不整會怎麼樣嗎 就是骨項不好 就無法 沒有貴人嘛 不貴就賤 賤人嘛 你就賤 我是賤人 你就賤 賤鼓嘛 賤嘴巴玩的 老師 說你賤你不高興 老師 老師… 請維持人專業度好不好 不要 不是… 愛是愛 無尊啦 愛是深則之切 講好聽都說準 講到不好聽你就不高興 你就是賤牙齒嘛 你根本沒有要對陸型派 為了你好不行嗎 你怎麼沒有要對陸型派 陸型派 陸型派你也不要笑別人 小眼睛 雙眼睛 修一下 都不要笑 小心… 那你也試一下 一直傻…的樣子 你走路走看… 走個路 你走…你走路 走路怎麼了 走沒走下你看 走沒走 像…的樣子 回去… 走沒有走下 不是 老師 妳走到窗 老師 妳現在是 有沒有要欺負我們是不是 這些人都需要教訓 我就像她的哥哥一樣 為了她好 沒有 妳現在好像更年期 我突然會把我弄 對啊 妳是不是中間有一段沒講話 妳不太開心 妳剛剛前面有壓抑對不對 因為今天七嘴八舌 大家都在講話 她比較沒發揮 Cue她 妳在打 七月已久 她受不了 她只有用罵的 你們在見人 你們在照口夜也要有話 中間 你們都見 好好跟你們講不想聽 講重話才聽得進去 對 為了你們好 苦難菩薩 你看那個拳有沒有 屬老鼠的對不對 對 拳中是不是帶兩個人 又帶兩個王 對不對 四個人打一個老鼠 沒出息啊你 不是 沒有 哪邊有四個老鼠 他幹嘛突然人生都不成 老師妳現在更年期 祥拳的拳是不是帶兩個人 對 下面是兩個王對不對 下面是兩個王 你們到底懂什麼漢字 有 你有沒有讀過漢字啊你 我沒有 他連你都叫 他沒有Cue他 他生肖屬老鼠 人 兩個人對不對 王是不是人 王 對 OK 兩個王 國王的王是人 對啊 四個人 四個人打一次老鼠 你多慘 所以你節欺負你是應該的 我告訴你 就是竊打的老鼠 過街老鼠知道吧 那個翔是不是帶個羊 對 羊跟老鼠 他生肖屬老鼠對不對 相迫相害啊 所以你本身個性就有問題知道吧 羊屬 我根本啊 學是以名字的關係 對啊 你看他這個 他如果改成項全就好了 項全 這我剛剛跟你講的 你現在哪裡跟我講 我之前 他剛剛 他剛剛 他你跟他跟你講的 他三年前跟我講 三年前 余項全 我說你神經病 我三年前跟你講 我五年話還是這麼跟你講 我告訴你 八年話還是一樣 終於我的專業知道嗎 八年後你會不會再不知道了 老鼠有窩 買房自產成功 老鼠一撇也帶出頭 老鼠是水 白為金 金水相生 水水相生 項全 知道吧 你再不聽話 他就改了項皇全 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 其實滿好 老師我明天就去改 我明天就改 余項全 余項全 還不錯 有外國人的感覺